有一个居家检疫异常的 过去帮我看一下 一收到电子围离发出的告警简讯 园警马上出动 登门拜访要让居家检疫者不敢偷跑 这套电子围离系统背后工程是陈起迈 大年初四的时候 其实在已经在很早之前 那我们就认为说 那是到底是用手环呢 或者是用这个手机呢 来做这个追踪的这个工具 电子围离成功阻挡疫情扩散 现在包括美国 澳洲 欧盟 东协的印尼 越南 还有中东 沙鲁迪阿拉伯 至少十个国家都来洽谈 希望我国转移技术 立委忧心怕侵犯隐私 政院强调用的是不同技术 我们没有用任何的GPS定位 我们纯粹是从基地台取得 向基地台报到的手机讯号 那给警政民政的资讯会是什么 他的个人跟他的地址 没有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号码跟简讯 没有其他的资料 在人群跟监控之间取得平衡点 这套系统在短时间内进化三次 疫情爆发初期 先推出健保卡查询旅游室 三天后变身防疫手机监控隔离者 随后又结合旅客健康电子系统 把所有系统整合 才变成现在的电子围离3.0 电子围离不仅避免居家检疫者偷溜 大范围发出的细胞简讯警告 要民众避开疫情热点 也是电子围离的一环 台湾善用科技在防疫工作上 点子被全世界看见 也做出巨大贡献 三雄黄金的鲜梦哲台北报道